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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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过程现在教给大家 等到一会儿最后呢 在屏幕上就给大家打出来这个就是 配比方 这个做完了以后吧 又酥又脆的蛮好吃的 喜欢吃甜的呢就放糖 喜欢吃咸口呢你就放点盐 对 反正是盐口 我们两个就是独占独吃的是盐口 因为大厨他不是有糖尿病吗 要是喜欢吃甜的甜口也蛮好吃的 这个关键是咱的这个面和这个油 加起来之后吧 你得搓把这油给搓开一等 把这个工艺 工艺方是资料工艺是主要的 就是这个程序 对 就实践上什么的 醒面什么的 这个做麻花这些都挺关键的 非常关键 大厨现在他就是教你们做这个步骤 这样 现在这里头就是面和油给它搓了 对 这样搓开搓均 完了再加食那个其他的料 有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 哇好像这种牛炸食品一定要少吃 其实有时候 就是说人生啊是不是 就是该吃还是得吃 我们两个 其实你别看这样是说健康饮食 该吃还是吃的 什么油炸呀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油大的呀 我们两个也都吃的 我感觉运动是主要的 吃是自由 因为你看啊 你像今天上午咱干活了 那我就去干活 这个头发都绝就是 上午干活了 我就早上那个也没打移到宿上的 来吃那么多的饭 那出一些汗的话 那个 他也没有 没生糖 那血糖就非常好 对 就是说 其实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呢 有很大原因 也是就觉得身体啊 在城市呆的都不行了 就是说 一点一点的 好像能力都没有了 是对这个身体 能量一点都没有了 对 完了其实来到这呢 也是就是说 断了一下身体啊 干点活的话 干点活 断了一下身体 就是说 只要一出汗 他就那个糖 马上就这样 每天别让自己闲下来 这样是呢 要不然的话 我感觉身体就有要肺的感觉 就是这样 你看反正是油炸的东西也没少吃 嗯 那个那我血脂肺不够 嗯 因为就是老师 嗯 就是说 血脂也不够 低密度 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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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够 我不够 盆 这个好像小了点哈 稍微 那盆 你把那个盆 后脚灭了 后脚灭了 这个 你就是血糖高 剩下其他别的 还都不高 嗯 应该是也再加上就是说自给予运动嘛 就是也有好多粉丝 同友私信也是老是问大厨就来这个临场生活以后 他的血糖状况 就是大厨的血糖状况 我也都给大家有的 我也会回答过 就是他 空膛始终就是说 也没太说像人家是那么严格的要求标准 完了每天检测 就是大概偶尔会测一测 就是基本上都是在他的那个范围内吧 当然了照正常还是要高一点的 他这个糖呢 他也是觉得今天的饮食或者今天运动量少 不想干活 那么可能他就会打一样 胰岛素少打一样 他可能今天要是干很多活呢 那一经历一会有很多活 他就不打了 所以就是他的这个空膛方式 他就老是觉得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空膛 他就觉得如果是总打胰岛素的话 他那个就是一线功能可能 他就怕他一点 依赖性太强 一点都不工作了 这样才是就是说 今天打可能明天不打 其实这一观点呢 在医生来说是完全不支持的 粉丝朋友就问我们这件事情 就是说就是会问 就是因为你也是跑到这来 咱们就是说也是断裂身体嘛 交流 就是说对吧 也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子 所以我今天就就是这个话题 我就跟大家也是数一数 所以他除了打这个打针呢 和是吃药啊 他都是说就是说 很随意的 对很随意的 不是说像人家说天天呢 一日三餐呢怎么样呢 就是说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空膛 其实其实就是说跟医生交流 医生是完全不支持的 但是大厨他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这么做 感觉挺好 所以我也就没有办法 我也就不想说太多 要大家有时候就是说 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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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的 这糖控制的好不好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厨这想法也是对的 就是说让他的自己一线功能 就是说让他还调动一样了 别太懒了 在那块别在吃 在那块大爷就不动他了 是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也是对的 所以就是 嗯 就是说这个吃上啊 可是运动上呢 吃不忌口 嗯 吃也不忌口 反正就是有这个生糖快的少吃 嗯 就是说 比方说像地瓜了 面瓜了 这些生糖 土豆还有就是 还有土豆的话 就是这些医生都是强力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吃的 但是大厨呢 他也都吃 但是就是说少吃一点 比方说那个吃半个地瓜 完了就是说一天不停的再吃 可能两个小时以后又吃一点 两个小时以后又吃一点 就是说自己控制量 他老实就是说控制点量 就是这种情况 地瓜 土豆子 还有面瓜嘛 嗯 所以就是 其实这又 你说今天做麻花 题外又跟大家说说你的糖尿病的这件事情 好 对 你看这个麻花的话这个面就不好了 嗯 做咸味麻花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家点心们其实有好多好多种点心 但我们吃的就是这么记住 因为都是糖太高了 对 就是说 那个甜味的点心大多的都是甜味的 咸味的少 是 所以的话就是说 包括面包现在吃的也少 因为面包里面有糖 他也不好吃 嗯 是 其实说到糖这一块呢 就是我少吃糖 其实这一块我们也都关注了很久了 就是说 嗯 就是 我就是奉劝我的粉丝朋友们 就是说 一定要在就是平时的生活当中 减少糖的摄入量 因为咱们的饮食 比方说大米啊 和是白面呢 里头那些糖分已经不少了 再加上咱们现在就是说 生活条件也都有嘛 大家水果吃的也都比较多 所以这个糖分 我们身体是排泄不了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的时候 咱们就是尽量 比方说做菜了 以前都是说做成甜酸口的 现在我就把这个糖呢 全都不要了 改成酸口 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这个 加点盐 十颗盐 两颗酵米 加上了那个一颗十三线 嗯 如果你要是加七十颗豆油 你就加三百六十颗水 如果你要是加一百颗油的话 那你就减缺三十颗水 就是三百三 我现在就三个三十颗水 也够了 嗯 不好 咋的 要倒多了 怎么拿东西软出去 哈哈哈 你也要湿水 好了 小鱼说话呀 倒多了 水倒多了 还能盛出来的呢 嗯 老烈黑了 你看 这水你看 就多这一点 都可以 晚上要包点 鸡蛋 开饺子 鸡蛋有点多哈 还有点混性 包点份饺子 一份冻的一份吃呢 对 对 怎么回事 对 对 哇 那你们冬天没啥事就得经常吃点酒了 爱吃 下边这儿就是不吃 对呀 家里呢 忙忙活活 又没有吃 没有太多时间在动 冬天这件事就得要天天像过年日 知道吗 对不对 把日子过上天天都得有点遗失感 就是有点少事 有饭有菜 就不用做菜的 对于我来说 就不用做菜的 真正式的 知道吗 挺好 我给你好几片好吗 天天也好 不然不应该 我再给你一杯 哦 嗯 这些 给担在什么 冻的面瓜 没空 是吗 都给咱家炸 哈哈 冻的面瓜 要买个黄默的那个 面试表都还要动 不要 然后摸的面皮 来帮人叶 室而满 担在 我还会叶 接下来 请, 跟叶 你打到叶 咱俩 咱俩 还要等待 咱俩 咱俩 然后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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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有点幸运的那个时候 你车已经就过现了 别忘了 你这没底啊 什么可不要掰 没感到那块 实际上不错漫画 这个漫画的 是挺馋的 这个是什么时候